虽然澳大利亚的牛排也超好吃 但是我还是忘不了香港的鱼翅呢 在这世界上找不到我们吃过的美食哦 没有哦 你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呢 果然还是 世界三大美食 鱼子酱 鹅干 还有松露啊 这个呢 是我在法国三星餐厅吃到的鱼子酱啊 吃过黑黑的东西吗 就是这个 这是鱼鱼的卵 只要吃一口海水的香气 就会一口气在嘴里散开 是海洋的宝石哦 那鹅干又是什么 就是鹅的肝脏啊 那股浓厚的味道真是让人受不了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法国的话 可以吃看看啊 吃过了世界的美食之后 就吃不惯那些平民食物呢 不过我想平民应该不会有这种烦恼吧 小夫那炸火又在炫耀了 世界三大美食吃起来 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好想吃吃看哦 我回来了 晚餐吃什么 吃竹甲鱼哦 这不能吃鱼子酱或我干嘛 我想吃世界三大美食 鱼子酱只是比较贵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雪鱼子还比较好吃 雪鱼子 那我要开动了 好好吃啊 那是什么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是试吃汤匙 只要用这个试吃汤匙 就可以试吃照片上的料理哦 是我 奇怪 为什么我吃不了 因为是试吃 所以一张照片就只能试吃一次哦 原来是这样 但是只要换一张照片 或是换新的汤匙的话 就可以再次吃了 来 耶 太好了 不要开动了 好好吃 对了 锦香给你 谢谢 好可爱哦 只用这根汤匙就可以吃世界三大美食了 是啊 但是我不想跟小福借世界三大美食的照片 我想去商店街的书店 应该就能找到照片了 不愧是 锦香 请问你们正在排什么队伍呢 哦 拉面店 之前杂志介绍过这里 你看 看起来超好吃的吧 好像很好吃 我好想吃吃看哦 你手上这本杂志可以借我们一下吗 虽然照片上看起来很好吃 但也没有好吃到要排队 我又看了肚子就饿得咕噜肚哦 大熊 你真是的 世界三大美食在哪里啊 鱼子酱鱼子酱 这个大白烧看起来好好吃 好好吃哦 我一直都想吃吃看这个 我一直都想吃吃看这个 吃飞加饼店的铜锣鱲 好好吃啊 我也想吃吃点 什么东西 不要站着白看书 我没在看书 我是要用吃的 等我滚出去 没办法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去找小夫了 小夫 有什么事 我们想再看一次 你去吃世界美食的照片 所以才过来找你 你们想看照片 我们想再听你说一些有关三大美食的事 我吃过最好吃的鱼子酱 是这个吧 这是我在法国的三星餐厅吃到的鱼子酱哦 好 来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感觉跟青蛙卵好像 你 你说青蛙的卵 一粒一粒的 好不可思议的口感哦 鱼子酱的确很有嚼劲啦 咸咸的 感觉起来还是雪鱼子比较好吃 突然好想吃热腾腾的白饭搭上雪鱼子 雪鱼子 那这个呢 鹅肝呢 这可是连法国总统也吃过的绝品哦 总觉得跟什么很像 我知道了 是安康鱼肝 我爸爸之前也吃了安康鱼肝 小夫 你有没有三星餐厅里卖的安康鱼肝的照片 我怎么可能会有 那松露呢 这可是要价几十万元的顶级松露哦 怎样 闻起来很香吗 好像没什么味道哎 对啊 我还以为会比之前的更好吃呢 就这样吃下来 世界三大美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你们根本就不懂松露有多珍贵 松露可是很难找到还要出动特地的狗和猪来找的美食啊 什么嘛原来是给猪吃的 亏我们还找这么久 你们几个根本就不懂世界美食的美味 回去回去回去 那我先走了 再见了 小夫那个家伙真的让人很生气耶 既然这样我们就去吃吃看小夫没有吃过的食物好了 但是会有他没吃过的食物吗 不是这个 这样啊 所以不是青鱼罐头 真是麻烦 妈妈 怎么了 我一直搞不懂那位客人到底想要什么 真的是很伤脑筋哎 我现在正在寻找故乡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 是的 我在找一种鱼罐头 我是从水底来的 那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这样啊 那我们这边应该没有到底是什么样的罐头 一口也可以 我好想吃 嗯 对了 那你有没有照片呢 照片 对 就是你吃鱼罐头的时候拍的照片 我有 我有照片 打出你这小子还挺厉害的嘛 就是这个 好像抽到鱼罐头哦 好像很好吃 来 给你 嗯 照片上的食物可以用这根汤匙试吃一次 有这个吗 凡事都要尝试 你试试看就对了 啊 好 好强烈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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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染坏点的香味 嗯 这就是我故想的味道啊 原来不同国家的人对味道的喜好也会不一样 嗯 宇宙完全大百科 你你要查试什么呢 瑞典的某种味道强烈的鱼罐头 真是可怕的罐头 嗯 原来那叫炎炎飞鱼罐头 是将瑞典的飞鱼发酵装进罐头 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臭的食物 世界第一臭 难怪 我拿了新的照片过来哦 因为我想说你们拿着小小的汤匙 努力找照片 真是太可怜了 哈哈哈哈 话说回来 小夫 你说你吃过世界上所有的食物 对不对 那是当然的 跟身为平民的你们不一样 我可是到世界各地旅行过呀 好 这个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哦 你不是走过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吗 这个我当然知道啊 我记得这叫做 爷爷飞鱼罐头 对对对 就是那个 你还挺厉害的吧 杜拉叶梦 是瑞士的食物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是瑞士 我那时候边吃边爬马特风呢 不是瑞士的食物 是瑞典的啦 是这样吗 我想起来了 不是在爬马特风的时候吃的 而是看极光的时候边看边吃啦 那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 那那个 只要吃一口 就有股宛如天堂般的甜甜香味 在嘴巴里散开哦 那你要再吃一次吧 好啊 我突然好想念那个味道啊 观看照片 就可以闻到那股美好的香味了 只能吃一口 实在是太可惜了啦 那么你就一鼓作气挖一大口吧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怎么回事 这个味道是怎样啊 是宛如天堂般的甜甜香味啊 怎么了 你还不开肚吗 通常在吃前要先从香味享受美食 我看我还是带回家吃好了 因为我也想要奔给我妈妈吃一口嘛 不要客气啊 我们三个小哥少不吃得很开心的表情 吃吃吃吃吃这样吗 那就 好特别的味道 超好吃的 这样啊 很好吃啊 哇 你果然很懂世界美食 跟我们这些平民不一样呢 当然 我可是吃得出差别的真男人呐 但是我想只吃一口 应该吃不出味道吧 你需要那些 是啊 有了那些就可以吃很多哦 来 你想用多少汤匙就用吧 这个 我想炎炎飞鱼罐头 吃一口就已经很够了啦 小姑 小姑 你没事吧 小姑 小姑